醫管局剛剛通過了急症室的收費 條高到$100 條高到$220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給貴一點錢去看醫生 當我們給的錢多了 會不會一分錢一分貨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呢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強國方面的例子 看看究竟是否 我所說的強國不是深圳河以北 的鄰近經濟強國 而是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 美國是全世界花錢 花在醫療中花得比較多的國家 但他們的人均如其壽命 和他們獲得的醫療服務其實是比較差的 醫生所賺的錢是同一個手吃 醫生賺的錢是世界平均值的兩倍 政府採購醫藥方面的價錢 也沒有其他國家來得貴 然後我們要問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個原因 原來他們在發達國之中 是唯一一個沒有全民醫保的國家 是唯一一個 報紙什麼的結果呢 就是當你去看病的時候 醫院要處理兩批人 一批是有買保險的 另一批是沒有買醫保的 而沒有買醫保方面的費用 就會轉嫁局部地 轉嫁上有買醫保的部分的人 令整個看病的費用 就是水漲船舖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 他們本身是不遣預防的 正所謂預防性於止 美國人往往是要去到比較前 比較晚期的時候 才出事 才會去看病 我們可以在哪個地方看到的 就是美國肥胖的數值 大家在圖上看到 就是越近紅色的 他們的肥胖率就越高 最紅的都是35%以上 整個圖你看到 就是本身 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是沒有顏色的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全美國來說 沒有任何一個州份 沒有任何一個州份 他們的肥胖率是低於20% 接著回來 就是由於沒有全民醫保的關係 很多時候 醫生他們賺的錢 往往是怎樣 就是要依靠他做手術去賺錢 所以 就是有利無利都會做手術 形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手術 接著 出來的後果就是 很多時候 美國人由於沒有全民醫保 所以醫療價錢的費用非常之高 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當美國人有時要看病 舉個例子 如果要開胸做手術 往往要去哪裡 不在美國做的 可能會走過去隔壁 古巴去做 甚至去印度 甚至去泰國 可能會令到你想起某個 看亞廣告 接著 今天就講到這裡 之後 我們上一集會講的是 究竟如何處理 美國這個天價醫療 但是獲得了一個比較差的醫療體驗 的一個問題 究竟美國是怎樣處理的 我們下一集